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提前祝大家五一节快乐 今天决定来南京的老城区看一看 因为我们外国人不太了解这些老街 一直住在老街的传统的家庭的样子怎么样 那是日本人啊 你好 你好 到这边来看看 这里叫小溪湖 是从清代开始存在的南京老城南街区 应该几百年前的那种 不算 对 我也发现了这个字是啥意思 看不懂 就这个地方 宣城 宣城县提调 台秘府指的名 台秘府 地名是吧 哇 一进来就变成石像 诶 诶 穿越时光的感觉 对吧 前脚还在老巷中穿 后脚又 不算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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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脚还在老巷中穿梭 后脚就仿佛一下子穿越到了现代 让书在这片既有历史又时髦的城南街巷中 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现在是一个交通发达 人口流动激烈的时代 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块土地 一定有着很深层的理由 五年前小溪湖开始进行比较特别的改造 尽量保留老房子的特色 在不改变整体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翻新 比如街边的这家网红咖啡店 它所在的老房子 其实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了 这里既是南京新晋的网红打卡地 又是老南京人的居住区 住在网红打卡地的老南京人 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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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进去 这是你家吗 是我们家这个整个一个大院都是我们家 整个的大院都是你家 不是你这里进来吧 从小就在这里在大了 今年我已经70多岁了 70多岁 然后我妈妈在里面90多岁 那我应该怎么生活 你就称我一个冯姐了 冯姐 对啊 冯姐 年轻啊 我70多了 70多了 完全看不出来 你的皮肤好好啊 保养得很好 我可没有什么任何的美容 没有人吃吗 没有没有 没有美容 没有没有 哎呀 可以进去吗 可以啊 汤是烘烘的 好香啊 做汤是不是 做菜 做早餐吗 做中餐 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 我们从来也没封过家 我们大伙们在一起的 弟弟啊 弟媳妇 侄子啊 包括舅舅啊 那边还有我舅舅呢 嗯 嗯 嗯 就这样 都是这样 这个是 筒 筒 晾 小晾 这个是小晾 晾 漂亮的晾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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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 18 13 93 哦 哇 那好健康啊 我八岁改这个房子 我其实我八岁 八岁 八岁改去房子 我们从长河都过去叫大福地来 从那边搬过来的 我们来的这个我八岁 这座老房子建成已有八十多年 见证了冯阿姨一家 四代十几口人的出生和成长 聊到街区改造时 冯阿姨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开明 以后希望就是更多的游客来你们家吗 对啊 是吗 为什么 我最喜欢看到人家 就是热闹 热闹 而且这个地方慢慢的就 把这房子那种放弄起来 来的人多啊 我喜欢看到这种样子一个氛围 是吗 那以后游客来进来你们家的话 会打扰你们的生活 也可以 打扰我们的生活 其实也没有什么打扰的 那你就是把这一道屋看看 也不是说作为一个什么场所 每个环境都要你来绕一圈 没有这个 不是这个概念 所以希望以后这个地方 小溪湖这个地方更热闹起来 热闹起来 嗯 嗯 嗯 热闹就热闹 嗯 中午 亮叔决定在浩克的冯阿姨家蹭饭 这时冯阿姨也展现出了 他一呼反应的能力 过来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过来 倒一下 现在几颗 嗯 哦 来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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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肯定了 来啦 她是谁啊 我发小啊 发小啊 发小啊 发小好多 她的老公 是也是我们的发小 同伴同学 小啊 同伴同学 哎呦啊 不是 哦 六号 拍电视的吗 您好 拍电视 啊 拍电视 不是 去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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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阿姨麻烦你了 我谢谢你哦 又来了 嗯 这是什么呀 南京的鸭子 是鸭子 哈哈哈哈 在南京这边搞点啥 也不是吃 也不是鸭吗 也不是 它我们发小之间 都是这样的 哦 一个电话 哦 一起来 哦 哎 哈哈哈哈 哇哦 哇哦 那个呢 一次了 这个菜吧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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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南京人 我不是南京 哦 我是日本人 刚才说了 哦 哦 另外 日本人 哈哈哈哈哈哈 小德安 我没有跟他说吗 哈哈哈哈 这是另外一个阿姨 啊对 另外一个阿姨 哦 他说日本人 嗯 那样 他日本人 哦 他日本人 疫情的时候 就要跟日本记者报道 还是你什么都能弄进去 哦 哦 是 哦 哦 哦 哈哈哈哈 都这么说 日本人哪里活啊 不是哪里活 以前是那个是旧社会的私心 哦 那日本人民是好的 对吧 那日本今天才不是好人 但是人民是好的 都是友谊的 他懂了 这不能这样子讲 不能一概而论 我这个讲法 很比较土实的跟你讲了 那你现在是在我们中国丁居了 还是怎么的 他老婆家是 我老婆是那个男子人 赵云林 你这个小公司上哪儿吧 下一个电影明天上哪儿吧 下电影明天上哪儿啊 就下了个 高三天 高三天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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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高三天的啊 是不是你吃 药可以让他吃 等你们吃完啊 你们吃完 就等到你了 吃完啊 能不能表演一下 吃完可以表演 我这个人很大方的 而且的话就是说 我呢 曾经的话 我曾经也到中央电视台表演过了 所以说的话 所以说我呢 是南京要后 废宜传承人 我是南京人 我叫住中华门 我灵灵破菜炉 我妹妹几头骨 我落落环保菜 向右肚线 我们满车渴 不想起当老路干游 手渴 车渴 车渴 人人那个多数位 所謂高手在民間 冯阿姨的這些老友中 居然還有一位 非以手作大佬 做這個機器 然後做成這一種的東西 不准了 這是傳統的 壓縮 這麼快 這個就慢了 就花燈的一部分 你看 原來這個是花瓶 花瓶 你不知道嗎 打出來打出來以後要炸 不知道啊 中國人誰都知道這個花瓶 你不知道啊 我想話你懂嗎 聽懂 神懂 神不懂 什麼 神不懂 就是 生動的意思嗎 神懂就是非常痛 我聽不太懂 南京話聽不太懂 跟我講了一個不錯話 神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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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懂就是一個在這邊痛吃 什麼話我就懂 痛吃 痛吃 神吃就是痛吃這一塊 你就在他們那邊去投資 這個懂了吧 該投資什麼意思 投資就是領導 投資嗎 就是領導 啊 投資 投資就是領導 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情懷燈彩 戴阿姨也想把工作室進行改造 這個都是改造過的嗎 這個改造過的 公家人改造過的 他們是自己改造的 然後自己外面裝潢一下 你是我們來的明星喔 他看過你的 你在哪個頻道看過他的 自己改造的 他自己打造的 你可以進去參觀參觀 他們做的東西 對嗎 沒事的 看一看 可以看嗎 可以看 沒事 我做 來進來看看 這多少錢 那個文字報的 這個大概賣三四百樣子 三四百 零的 跟那個花燈一樣的 花燈也是三四百樣子 是 差不多 我們過年的時候也有買他們家花燈 是嗎 是嗎 每一個吧 我一起來 南京的瓦丹是啥東西 南京特色的 下午 戴阿姨神秘地告訴亮叔 要帶她去一個世外桃園 這個蠻好的 這個花燈 這花燈 三八 回家給你黏兒吧 掛著黏兒翻去 這幾條呢 劉師傅 寶貝 這個是劉嫂 发小吗 发小 这个不是发小 这个不是发小 那个是家门口 老家门口 进去看看呗 几年前还很破旧的后院 如今已经焕然一新 秦阿姨只要在家 经常会把院门打开 邻居们可以进来唠嗑 有客们可以进来歇脚 自家的院子 成为了小溪湖的共享空间 哪一棵中间最久啊 那一棵是流宿 哦 是一百多年 哦 一百多年 那这个现在给游客开放的吧 这花还好香啊 他喜欢拍 来这里拍的游客 游客 是吧 每天拍吗 不是每天 我说昨天 住在那儿蛮 蛮多的是吧 对 我就随便拍 对于秦阿姨来说 种花就是要给人欣赏的 她也经常会跟路过的游客们交流 亮叔发现了门口的美女 趁机鼓动秦阿姨出去跟她们打招呼 这么多人 怎么 美女才有人看 像画好看的人才看一样 你不要好画 我没有好 我刚刚大叔表有点出现 你身边有没有未婚的男青年啊 有啊 介绍你 给大家介绍一个 你计算 要中国人要外国人 这个是 我是外国人 他是外国人 怎么样 这个怎么样 可以吗 真是外国人 哪个国家的 越来越多的游客 慕名来到小溪湖 不过居民们仍然保持着 安静悠闲的生活节奏 他们珍藏着属于自己的回忆 并驻守在这片街区 在看你没有钱吗 我感觉你那个状态好像有点像没钱的感觉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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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不知道 这个人不太好 因为我当时有一个女朋友 所以他们觉得上下突然不做就得去日本了 是去找女人的 不不不不 不不不